随着5G商用节点的临近,高通也在加速5G整体解决方案的快速落地。 近日,高通正式宣布推出全球首款面向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终端的全集,成5G星空口5GN2毫米波及6G赫兹以下视频模组,两款模组配合已经发布的骁龙X505G调制解调器,形成了从调制解调器到天线的完整解决方案,为5G智能终端的研发商用提供有力支持。 高通是第一个克服MWave中众多技术障碍的公司,包括射频传播问题,软件优先级调度器复杂性,发热问题以及魔幻在小型手持设备中的物理放置问题。 Counterpoint的北美地区研究总监Jeff Fieldhack认为,这是5G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事实上,如何开发炒小芯片,装机手机,同时又能用毫米波传输, 传到很远的距离,对于厂商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原因在于使用毫米波传输虽然速度超快,但是容易碰壁,例如,信号传输的距离不够远,碰到一表明会反弹,无法绕过角落,无法穿透树木等物体, 此前华为一直致力于39G赫兹毫米波的远距离传输,并宣布了与MTTDOCOMO的试验,而联发科也发布了5G毫米波天线显示器, IBM和Erikson宣布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合作,主要反向是5G毫米波相控的天线解决方案,但推进,速度并没有想象中快, 移动行业中很多人甚至依然认为毫米波在移动中端和网络中的应用是不切实际的, 高通在5G领域的前瞻性投入,让我们得以为行业提供,曾被认为无法实现的移动毫米波解决方案, 以及全集成的6G赫兹以下视频解决方案,目前,此类从调制解调器, 到视频切换毫米波和6G赫兹以下频段的解决方案,这是移动5G网络和终端,尤其是智能手机准备就绪, 为实现大规模商用提供支持,高通总裁克里斯蒂安洛·阿芒表示, 这是移动行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体来看,此次高通推出QTM052毫米波电线模组和高通QPM56XX6GHZ以下视频模组, 它们可以与Snapdragon X505G一通工作,让智能手机传输速度达到新高,而有了新模块, 厂商可以让设备覆盖5G频段,包括毫米波频段,它的传输距离短一些,但是速度更快, 还有6G赫兹以下频段,它变得更加可靠,高通表示, 所有的新部件目前都在对客户进行采样,预计它们将于明年初出现在首席5G智能手机上, 吉邦塔普分析师姚家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高通与TDK双方此前就已经共同成立RF360这家公司, 真的无限视频前端方案进行开发与销售,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也慢慢看到了不错的成绩, 而高通在今年年初,也已经宣布推供5G完整的开发工具包给客户, 不光是处理器与Modem,也包含了摄频前端与电源管理芯片, 以及天线等,加速客户在5G系统的开发, 同时也降低整体的硬件成本, 所以高通推出的两组视频模组,也是意料中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高通在过去称呼称移动行业的处理器与Modem市场, 如今将触角升级无限视频前端与天线市场, 的确会对既有的供货商造成些许的影响, 所以这些业者或许要与Intern联发科丽海兹等5GModem供货商, 采取更为紧密的合作策略, 已经一步防守高通的步步紧低, 姚家阳对记者说, ZM的脸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